我是中心社的记者周浩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武汉协和医院西院 一会儿将会在我身后的住院楼 将会有31名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将会出院 据我们了解的话 这也是该院在成为武汉市重症患者的地点院之后 出院人数最多的一次 医生们 武士们 辛苦了 大家全国自业者 辛苦了 要武汉人民永远 记住你们的安全 我就非常感谢北京的有个女医生 它背后上写的是南山两个字 我只看着这非常的好 我的手指甲长长了 他帮我找剪子给我剪了 然后我说我的胡子长了 吃饭它有细菌 他要找它的哪个数字 要个医生性的发护刀给我 真的是很好 我们说个不该说的话 家里都还没这么照顾 我们在采访当中发现这些患者出院之后 我们都不愿而同地在感谢医护人员 由于医护人员他们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实际上这些患者的话是看不清楚他们的长相 但是他们却牢牢地记得他们的名字 谢谢你们新冠肺炎病患们的守护生 我感觉很正常 现在非常知心为了小区的人民肯定要搞严肯 还是好的 因为这几天不是说都是高放期 大家就尽量少出门 出来都戴口罩 特别是小区眼困这一块 就是防止大家就是都出来流动 这样子很好 这个措施很好 我们都支持 感觉现在街上人少了 然后大家都防范意识都增强了 社区刚才出来看看都有这种出门出入的测体位 然后加大了宣传 这个我们还是挺放心的 大家就是要做遗仁 要做热门 如果我不能够防范锅 我们就防范锅就算了 我也没有什么 帮到来 国家要一个 这家有个难温事 我不大家 要先地 我不大家帮店 要做人 要年轻就帮店 我现在有没有想法 我就这样煮它们 平平安安的 以后早已去 前方的那个传回来的消息 说是咱山东的医疗队 去了当地以后 一直是对大米饭吃不太习惯 特别特别想念 我们家乡的山东大馒头 我想这个大馒头去到黄港 带去的不仅仅是家乡的味道 更多的是带去的是 我们山东父老乡亲的牵挂 和电键 期待着我们山东的医疗队 能够早日开旋 比如说这个就写的烤肉 这位老师头上写的是 烤包子 他们头上写的是 我们新疆的美食 来 烤腰子 这都写烤腰子啊 来到武汉 看大家已经想念 十分想念我们新疆的饭了 看 就是我选择的从事 医疗这个行业 那么我就应该在这个时候 尽忠之手 那么图事跟一线的图事们一起呢 怎么样去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我们现在有骨科医生在里面做 我们现在有骨科医生在里面做 有妇产科医生在里面做 有儿科医生在里面做 有心脏医生在里面做 那么这些医生护士 现在进去差不多一个多星期了 我非常感谢他们 他们很快地就掌握了 他们的知识 现在来讲 我说亚新亚祖的医护人员 在创造了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就是说 在没有任何不外缘的基础上 自己在完成这个工作 因为我在武汉已经30年了 我已经把武汉视为我的第二故乡 所以我来了30年 从来没有见过武汉 第一次见到武汉是封城的 而且呢 马路上没有车没有人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的 所以我感觉很心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需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和武汉老百姓一起 来战胜这个疫情 尽我所能 我尽不应该的 我现在看着这个时候 我网上有很多东西 我还会有很多东西 我给你带来 战胜这个事情 我只需要看着这个时候 我可以让你带来 你带来 我这个时候 我还会带来 这时候 我可以带来 我还会带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